在上一集的视频当中 我向买家们分享了一些 他们在居住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今天在这里呢 我也想向Seller分享一些tips 希望可以帮他们把房子 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这里第一个要跟Seller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的房子内部或者是外部的墙面呢 已经很成就了 需要一个新的painting 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到你最终的售价的 那如果它的磨损情况不是特别严重 简单的touch up也是可以的 那第二个就是损坏了的门窗等 这些东西是需要及时修补的 你要尽快repair 保证买家在买到之前呢 make sure这些东西已经都是修好了的 在它的一个已经是可以使用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第三个就是你房间内部的地板 或者是厨房是否有做过upgrade 这个也是会对你最终的售价有一定帮助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一个石木的地板 或者是刚刚做过upgrade的一个厨房 都是它房子一部分的一个value 接下来就是关于staging 那我知道其实有很多Seller是不太喜欢做staging的这个工作的 那换句话说到我们卖一个东西之前 一定是要先把它包装的很好看 然后再放到一些公共场合去做一个广告这样 所以同样的如果你想把你的房子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呢 你也要给它化化妆打扮一下 找一个staging company 帮它做一下staging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买家 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准备工作的部分 所以如果您有房子新的打算要卖的话 那也欢迎您随时与我联络 我的social media的信息已经打在了屏幕下方 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络我 好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见